1月8日上午11 00 重庆思维球员在杨河基地迎来了2019年第一堂训练课 这一位球队正式进入备战状态 迎战3月1日开始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 上游新闻记者在重庆当代立番俱乐部内看到 在体能教练申在名和中方助理教练张浩的代理下 先是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 然后在户外进行了跑步 四天阶段性训练结束后 全队将前往西班牙格拉纳达开始东训 主帅小克鲁伊夫和其教练团队 以及外员都将在格拉纳达同大部队会合 值得一提的是 一位俱乐部高层在训练时向上游新闻记者透露 最快俱乐部1月9日就会宣布影员人选 至于这位新员是谁 这位高层神秘地说 中超主力 训练计划接到健身房练什么一目了然 怎么今天大家都来了在俱乐部健身房 见到前来采访的记者 队长吴静主动打了招呼 今天是新年第一次训练课 我们肯定都要来嘛 上游新闻记者说 队员在健身房训练来到健身房 首先引起上游新闻记者注意的是 贴在玻璃门上的一张训练计划 在这张计划表上 详细写明了训练阶段 训练时间 参加训练的运动员分组情况 他们将在健身房里将训练的具体内容 户外跑步的具体线路 教练组甚至细致到将训练时要做的动作照片 打印在单子上 上训练的每个细节都尽善尽美 来认认谁是谁 这次训练的内容和去年年底12月 17日到20日4天的训练内容差不多 主要是还看看队员们的身体情况 有没有按照完成布置的作业 助理教练张浩告诉记者 不过在首堂训练课中只有包括邓小飞 隋维杰 彭心力等在内的16人 参加其他人都去哪里了 除了参加集训的球员所有国内球员 都回来了 今天人不其事 因为有人有小伤病 有的感冒了 他们就没来 张浩说俱乐部即将官宣亲缘猜猜 他会是谁 在上周召开的俱乐部球迷工作会 一上 俱乐部高层向球迷交流了影员事宜 当时俱乐部表示 影员方面正在接触 但英红经纪人有协议 暂时无法透露详情 如今球队前往西班牙在即 星缘神选也暂时有了一些眉目 在训练期间记者恰逢遇到场边观看训练的 俱乐部某高层在询问他在影员方面的动态时 他神秘的说明天吧 可能明天就会官宣星缘 至于这位星缘是谁 他否认是因中国足协公布国奥集训名单 被足协先门将王子祥 只透露了中超主力四个字 上赛季 重庆四威后防线用人平平告急 今年年初 先是后防老将刘宇童俱乐部和平解约 接着随东路又离队上后防线见缘 因此引进有一定能力的后防大将 应该是球队在影员方面的当务之急 在谈到球队影员时不少球迷也认为俱乐部 首先要解决的是后防问题 不知道这神秘的中超主力 是否是球迷希望的后防球员 至于之前同球队传出绯闻的贵州横峰门将张思鹏 该高层表示 要是转会费6000万算是调剂费都要上亿了 怎么可能